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清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沿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荣耀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哈利路亚 请坐 请坐 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子 有一天我的朋友 因为工作的缘故 他就开始拿到 已经发表了的手机电话 可是还没有在外面卖的哦 他就先拿到了做一些的测试 手机公司先给他测试 那我的朋友 他拿到之后 他就打电话给我 哎呀 Johnny 哎呀 太棒了 你猜我手里 现在拿的是什么样的电话 他就跟我说了 我手上拿的是 上个礼拜才刚发表的 什么时候牌子的电话 我一听吓一跳 我说不得了耶 这不是前几天上个礼拜才有的吗 他问我说 你要不要来我家看一下 我说好 那个不得了 我们约个公园 我们自己去试一下 所以我就开车就过去了 结果我们到那个 好漂亮的一个公园 他一直给我看 哇 好漂亮的手机 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他就开始一打开 不得了 你知道吗 现在手机那个录像的功能 哎 那个拍照的功能 现在好像没有太多人直接拿相机了 可能拿个手机 然后在外面拍就挺好的 结果突然间 我们在公园拍 好漂亮 突然间就看到了 这个画面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好不容易到了现场 太棒了 太漂亮 哇 拍出来那么好 结果不到一分钟 现在对方姐妹 不到一分钟 我就看见了这个图画 然后整个手机就变黑了 我们当场就愣在那边 因为我们在外头 我们也没有带什么 什么电源 我们好像拿了一个 全世界最先进 最新的 最漂亮的这么一个产品 但就在那个时候 怎么办 它变了什么 没用了 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品吧 是吧 很漂亮 没有错 但是它是一个装饰品 亲爱的兄姐妹 来告诉我一件事情 是不是它手机的机器本身有问题 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机器本身有没有问题 没有 设计肯定有问题 我用不到一分钟 设计有没有问题 设计也没有问题 设计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就是要电 不是吗 你们告诉我 说没电了吗 亲爱的兄姐妹 机器本身没有问题 设计是设计的也没有问题 可是重点 要有电力 不是吗 这是重点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这一系列 这几个礼拜 在讲祷告 对不对 祷告要有果效 关键就是把上帝的话 放在我们的心里 你知道吗 当我们用上帝的话语 来祷告的时候 就等于 接通了那个 属天的电力 我们要有那个电力 上帝本身没问题 他也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师 可是当我们用上帝的话语 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才等于 接通那属天的电力 今天我们要继续用诗篇23篇 来分享 祷告这个题目 两个礼拜以前 我们开始在讲诗篇23篇 来 诗篇23篇 为什么会那么有名呢 整个诗篇当中 再没有像诗篇23篇 那么棒 在短短的一篇当中 上帝把他的名字 把他的属性 是表达的那么那么的透彻 因为他的名字 就代表神自己 那代表什么 神他一定会纪念 他自己所说过的话 他纪念他自己的应许 他纪念他自己的主权 而且他是信实的 他保证他所说 他一定会做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阵子 在讲祷告的时候 非常重要 按着神的话语 按着神的名 按着神的属性 来祷告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心会被提升 我们的盼望 心里的盼望的东西 会被坚固起来 而我们对爱的需求 我们的爱会得到满足 当我们的店员 一接上的时候 天父上帝就会倾倒 倾倒他一切的丰富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诗篇二十三篇 你看我会分三次来讲 那今天是第二次 为什么我愿意 我们更多是 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按着上帝的名字 接上那个店员 我们来学习 祷告这件事情 我们先一起来 做个祷告 好吗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阿们 阿们 来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两个礼拜之前 上帝的名字 是从诗篇 二十三篇 第一节 来 你还记得什么 耶和华是我的 罗以 罗以 罗以是牧者的意思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必不至缺乏 以乐是什么意思 供应 神的供应 神的预备 让我们必不至缺乏 最后一个 我们学到第三个名字 Shalom 不是做头发的 烫头发的沙龙店 Shalom 是希伯来语 所以是平安的意思 接下来继续来看 诗篇二十三篇 三还有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好不好 一二三 请 他使我的灵魂 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你用油 高了我的头 有两个名字 短短的这 一两句话之间 有两个名字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 我们就先来讲 拉法 大卫说 你知道吗 我们认识了这一位上帝 他的属性是什么 他是拉法的上帝 他使我的灵魂 苏醒 他用油 又高了我的头 那我要问说 这个名字 是从旧约 哪个地方来的 我们就一起来看 从旧约 哪个地方 怎么大卫会知道说 这位上帝是 拉法 是拉法的上帝 原来在出埃及记里面 就有这么记载 我们就一起来 把出埃及记 这边一起来念 一二三 请 你若留心听 耶和华 你神的话 又行 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利率 我就不将 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 耶和华 是医治你的 耶和华 拉法 就是耶和华 我是医治你的 亲爱的兄姐妹 原来 拉法的意思 就是医治 这位上帝 原来他是会医治人的 在当时 在大卫那个时代 还记得他 在做君王之前 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小木童 他是一个牧羊人 在当时 牧羊人原来会用油 来高抹他的羊 为什么 一般来说 来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他为了要驱除那些苍蝇 那些跳蚤 好 第一个是为了驱除 那些脚脑的缘故 第二个 是为了医治伤口 有些伤口 可以用油涂抹过后 然后可以让它恢复 你知道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在当时是这样的 原来羊群 它常常会受到 苍蝇跟跳蚤的一个脚脑 甚至怎么样 会在羊群的耳朵 或者是鼻孔 在羊的鼻孔里面 怎么样 产卵 这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在野地的时候 他们会跑到里面产卵 跑到里面去下蛋 所以羊 他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他急不舒服的时候 他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 好好地吃草 也没有办法 好好地躺下来休息 不过你想想看 其实这也很 很理所当然 我们人 我们头发 如果长那个头湿 在生蛋或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舒服 对不对 一直很痒 羊是这样子 他们的鼻孔里面 有的被感染的 你一翻开 全部都是什么 苍蝇的 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 他整个吃不好 他也睡不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牧羊人 没有去好好处理 这些苍蝇 跳蚤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在养的羊当中 你会发现 那个母羊 母羊 它不会有奶水 所以小羊 就没有奶可以喝 这是很重要的 那其他的羊 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因为一直被搅扰 它不舒服 羊是这样 它不舒服的时候 它是没办法躺下的 所以它会一直站着 它没有办法休息 这是羊很特别的 一个特性 它就一直站着 所以如果你看 你开车到一号公路 有没有 到Central Otago 看到羊 如果羊 它真正是可以 躺在那边 慵懒在那边 代表一件事情 它是心里很平安 它没有感受到 任何的威胁 相对如果羊 是感到非常不舒服 或者是有威胁的时候 它一定会站起来 而且它一定会 可能会发抖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这样子 如果牧羊人 没有去把那些 弄掉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不行 它会不能够睡觉 一直在那边 然后也不能产奶 那公羊在旁边 它也不会吃东西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一群羊当中会干嘛 越来越肥 还是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所以牧羊人 他需要用 你看这右边的 用油去高抹 他的羊的头上 不只羊 他耳朵 鼻子这边 也要去高抹一下 让那些 跳蚤 那些苍蝇 那些 可以去驱除 这边绕来绕去 他就去驱除掉 亲爱的众姐妹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不是只有抹一次而已 可能每一天 每两天 长长的 要喂他的羊 来高抹 其实还挺累的 有没有 好 这第一个 是为了驱除 跳蚤 藏蝇 第二个是为了 医治伤口 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任何的野外的状况 会不会碰碰撞撞的 石头 树枝 甚至跌倒 还有有时候干嘛 打架 羊有时候会打架的 所以有时候伤口 它其实不太明显 但是亲爱的众姐妹 如果牧羊人 他没有发现的话 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隔天 或隔两天很快 那个伤口会发炎 如果发炎的话 他们就会开始感染 就开始发烧 当然现在 他的科技是比较发达了 可是在大卫的时代 如果你的羊 是受到感染的话 基本上 感染又发烧的时候 大卫只能够把那个羊 牵到旁边去 就宰了 因为生病了 而且生病的羊 可不可以吃啊 他们是没有拿来吃的 等于说你这个羊 就浪费了 就可惜了 所以牧羊人 需要常常的去检查 那个羊 它的头有没有长淡啊 有没有什么下卵 在它的鼻孔里面 然后要常常去检查 有没有伤口 如果有伤口 绝对不能放着 不管 他看到伤口的时候 他要赶紧拿油 赶紧的去涂抹 现在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没有 难怪大卫 他在牧羊的时候 他一直在思想上帝的时候 上帝启示他说 你用油高了 我的头 是Rapha 他是医治人的上帝 你开始看到了吗 这一位上帝 他是Rapha的上帝 他是医治人的上帝 而且我们人就好像羊一样 不是吗 会有些苍蝇 会有些跳蚤之类的东西 在我们的耳朵 在我们的鼻子 就是会嚼劳我们 会嚼劳我们 而且还会生蛋 哎哟 还会生蛋 就弄得我们的心 有时候其实 被嚼劳过后 也是心神不宁的 不是吗 其实有时候 我们人也是这样子 而且羊还有个特性 我们都知道 羊是严重的禁事 那严重的禁事 如果加上被嚼劳的话 他又受伤了不是吗 那羊根本就是神智不轻了 所以他神智不轻的时候 他会乱走 OK 羊如果神智不轻的时候 他会乱走 因为他整个都不在 那个状况里面 但是牧羊人 如果高抹他之后 他整个不舒服的状况 他会恢复起来 亲爱的众姐妹 他会恢复起来 他的伤口会被包扎起来 他会被医治 而这个时候羊呢 他原本是不在状况的 他会苏醒过来 他原本乱走 他原本就是被嚼劳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一切都不见的时候 他会苏醒过来 亲爱的众姐妹 原本糊涂了 会乱走的那个羊 他现在会清醒过来 你知道吗 那个苏醒 我觉得我们中文翻译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大卫说 他使我的灵魂怎么样 苏醒 那苏醒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转回 归向神 或者是悔改 或者是离恶 或带离诱惑之地 从死亡 返 回 还有什么 更新 还有复兴 你看大卫说得真好 这位医治人的上帝 他使我的灵魂 Rapha 苏醒过来 我原本是糊里糊涂的 在走自己的路 我自己在过自己的日子 因为我心神不宁 我这走来走去的 但现在我的灵魂 苏醒是什么 我就回转过来了 从哪里回转 从死亡之地 就回转过来 返回了 我被更新了 我被复兴了 因为这个牧人 用油高了我的头 他是Rapha 他是医治我的这个上帝 现在你们看 短短的这样子一个经文 我们也看到很丰富 对不对 这个上帝 他就是一个医治人的上帝 你有任何需要 他一定会医治你 而到了新约 我们从耶稣的身上 我们看见 耶稣就是这位Rapha 医治人的上帝 你知道这个圣经经文 有很多处 但是我挑了 特别挑了两个地方 我们就一起来念 为大家选了两个经文 从耶稣动了瓷心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二三 请 说什么 他代替我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 这是在新约里面 讲到原来那一位 大卫一直在等候的 一直在等的那一位 Rapha的那个上帝 他是医治我们的那个上帝 原来他就是耶稣自己 亲爱的兄姐妹 耶稣他不单单是有医治的能力 圣经说他就是Rapha 代表说他就是医治我们的上帝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当有一些的苍蝇 跳蚤之类的 在我们的耳朵里面 在我们的鼻孔里面 不断来找到我们 不断在产卵的时候 可能他会透过外面的环境 一直来干扰的时候 让我们心神不安宁 甚至我们身体会不会有 因此而觉得 好抑郁好软弱的时候 当然会有 但亲爱的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什么 每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 你要听的不是外面的声音 你要听的是耶稣的声音 他说什么 我肯 我肯你洁净了吧 是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耶稣他可以的 而且他愿意高抹你 他也愿意来医治你 亲爱的兄姐妹 有关于耶稣的高抹 有几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知道 羊怎么被高抹 有几件事情 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 牧人他是愿意去 高抹他的羊的 但是我想问一个 怎么高抹很重要 很简单 我们认真听 第一个 羊要怎么被高抹 他必须要先来到 牧人的面前 你必须要先来到牧人面前 亲爱的兄姐妹 当你碰到一些麻烦 我知道 我们会去找一些专家 一些专业的人去询问 对不对 很好 但亲爱的兄姐妹 在那之前 你先来到你的牧人面前 先来到耶稣的面前 这是高抹的第一步 好 第二个 如果你要被高抹 你来到牧人的面前 还是怎么样 你的头要怎么样 你的头要低下来 换句话说 低下头 谦卑地来到 耶稣的面前 谦卑地把你的头 低下来 你知道吗 如果羊觉得 我自己听好 我觉得了不起 头也摇头晃脑的 请问牧人 可以高吗 高不了啊 真的你要来到 耶稣的面前 谦卑地 低下你的头 让他可以来为你检查 那个伤口 可以让他检查 原来不少 采一些卵在鼻子里面 之类的 他要不断地来高抹你 所以这是第二个 很简单 对不对 来到牧人的面前 低下你的头 第三个 高抹是什么 非常重要的 高抹不是一次性的 高抹不是一次性的 你知道吗 你头上的那个油 是会干掉的 你头上那个油 是会挥发掉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常常来到 耶稣的面前 常常的 就谦卑地低下的头 常常的让他来 高抹你 常常的让他来 高抹你 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子 我们祷告 我们说主啊 谢谢你 我好像祷告了 可以啦 因为有脚老 有缠一些卵 然后我们就走掉了 然后大概五年过后 再回来再找这个 因为你医治根本没有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高抹 来到牧人的面前 谦卑地低下头 第三个 你要常常的 来到的好牧人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用去担心什么 你不用去担心 高抹是怎么运作的 你知道那个羊 它不需要去想说 那个油的成分是什么 你知道吗 它不需要去问 你要不要先证明一下 你给我涂的那个东西 有没有酒精成分 它不需要搞清楚 那个成分的 它也不需要去搞说 耶稣 你那个油哪里买的 好像味道也挺好 羊不需要管那么多 羊真的就是 来到耶稣的面前 谦卑地低下头 然后让他 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祷告 我用现在的话语 来跟你们讲 让他不断地洁净你 让他不断地高抹你吗 你不用去想说 那个软什么时候会不见 什么时候我的这个伤口 才会好起来 有时候我们高抹 怎么好像没有用呢 耶稣 你不用去想那么多 常常地让他来高抹你 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会发现 你的状况 你的脚老 完全都不见了 其实有没有很好记 应该有吧 要来到谁的面前 牧人的面前 耶稣的面前 然后第二个怎么样 来到面前之后 要怎么被高抹 低下你的头 然后就这样子吗 第三个 被高抹是什么 常常地来到 耶稣的面前 常常来到牧人的面前 寻求被高抹 亲爱的兄弟姐妹 耶和华是我的一致者 耶和华 他是你的一致者 耶稣他是你的一致者 我们可以怎么用 这个经文来祷告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祷告 我们抓到神的应许 我们现在清除了神 祂的属性之后 我们要怎么来祷告 我来示范一下 我来示范一下 我们可以祷告 耶和华 拉法 拉法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你使我的灵魂苏醒 耶和华拉法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是你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是你医治我 你使我里面的灵魂 可以回转苏醒过来 耶稣我真的很不舒服 有很多的绞老 现在在我的生活当中 让我心神不宁 甚至我心里的郁闷 我身上的这个疾病 这个痛的绞老 让我非常的不舒服 心不得安宁 但是我通通带到你的面前 我低下我的头 谢谢你 你就是我的大医生 谢谢你 你代替我的软弱 你担当我的疾病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而且耶稣 你是不断地高抹我 使我的灵魂可以苏醒 可以回转过来 耶稣 我的拉法 我的大医生 我感谢你 这是一个示范 可以吗 其实我们现在 每个礼拜现在在讲祷告 其实很简单 有时候祷告 你真的是可以抓住 神自己的话 你就神怎么说 你就怎么相信 你就抓住祂的应许 不断地用祂的话语来祷告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接下来来看 这短短的一句 原来有第二个名字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接下来是什么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原来这个是耶和华 等一下 我知道有弟兄姐妹 现在开始皱眉头 因为其实中文连念 都不太好念 耶和华 当我苏醒过来过后 耶和华 原来就是这一位 公义的上帝 他会引导我走 他的道路 不是我的道路 是他的道路 那这就是从旧约 哪里来的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耶利米书 先知耶利米有提到一个人 将要来 那是先知所预言的 有一位即将要来 我们就一起来念好吗 一二三 请 公义的苗意 他必长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义品和公义 他的名必称为 是什么意思 耶和华 耶和华 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 耶和华我们的义 就是耶和华 的意思 你知道到了新约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条线 一直拉到新约的时候 还是指向耶稣 在罗马书那边 有告诉我们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 来 神的义 因信 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 因 就白白的称义了 什么是公义 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受洗班 我们就刚好谈到了 罗马书的这一段的经文 什么是公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公义就是 我这么说你听听看 公义就是上帝 百分之一百的标准 可以吗 可以这样说吗 上帝百分之一百的标准 上帝百分之一百的圣洁 他完全的荣耀 完全的标准 这就是公义 神自己的标准 神自己的准则 他的标准是 一点也没有打折扣的 但上帝的公义 就好像什么 我们那个射箭 我用一个比喻 用射箭 如果我们想要射中 那个靶心 那个靶心 就是上帝的公义本身 但是我们人 圣经上所说我们人 没有一个人 可以射中那个靶心 没有一个人 可以射中那个靶心 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世人都犯了 换句话就是说 世人都脱了靶 世人都脱了靶 的意思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就是说 世人都脱了靶 而没有一个人 可以命中上帝的靶心 你这样听 有听得懂吗 这就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 你知道吗 这是跟我们人 读了多少的书 或挣了多少的钱 都没有关系 圣经里面所说的是 我们人类真正的本相 我们都活在一个脱靶的人生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那么简单 圣经说 世人都脱了靶 射不重 于是你亏缺 就等于你没有命中 上帝的那一个靶心 可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什么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 什么叫称义 我们就可以白白的命中 上帝的靶心 你知道我这个中文的翻译 真的是翻译得很好 什么叫白白的 如果你的Kiwi朋友问你 他学中文 可不可以跟我解释 什么叫白白的 是不是油漆刷白色的那个白 是什么 什么叫做白白的 不付代价 白白的就是说 这跟你的功劳没有关系 跟你的功德没有关系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是他的功劳 如果用功德来说的话 是他的功德 因为耶稣他是唯一 那个命中标靶的 他是完全顺服上帝 他是完全圣洁 完全公义的那一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刚才我们回到诗篇二十三篇 他引导我所走的 是一个命中标靶的人生 是一条的义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卫说 他为他自己的名 可以引导我走义路 那这一条义路呢 会不会有软弱的时候 你心里会不会还有害怕的时候 会 我们会不会有犯错的时候 也会 可是我们会知罪 可是我们却不被定罪 我这句话很重要 走在神的义路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知罪 可是却不被定罪 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走义路这个观念 我们要学习分辨一件事情 就是神使人知罪 和魔鬼定罪 英文它用两个字来形容 Conviction of God 还有Devil's Condemnation 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你会觉得讲到罪 好像其实都一样 但不一样 好 我要说怎么样不一样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 其实我们还没有很清楚的 去明白这两个观念的不一样 来 上帝使人知罪 圣灵会不断的光照我们 会很清楚的针对我们一些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改变的事情 同意吗 我还是会有会犯错的时候 圣灵会光照我说 你需要改变 那这个东西呢 它会指出来 很清楚的指出来 可是在基督里面 我不被定罪 而且圣灵会赐给我能力去改变 明天的我会比今天更好 圣灵会赐给我能力去改变 耶稣不定我的罪 所以圣灵会不断的光照 很具体会指出 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而圣灵会帮助我们 这个是神使人知罪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定罪又是怎么样呢 定罪比较感觉是这样子 控告 羞辱 对不对 用罪恶感去驱使 很失望 他会说什么 你搞砸了 或者是什么 根本不配 这是魔鬼的定罪 你知道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 启示录 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说什么 魔鬼啊 成天会在上帝的面前 控告上帝的百姓 因为这就是魔鬼所做的 魔鬼就是要为了定罪 就是要为了控告 可是你知道吗 上帝因着看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他的保险金 涂抹了他的百姓 救赎了回来 圣灵会使人知道 对 我还不完全 对 我亏欠了我的弟兄 圣灵提醒了我 但他给我个能力是什么 我可以走到我的弟兄面前说 弟兄请你原谅我 我觉得我昨天说那句话 我得罪了你 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神会使人知罪 但是会使人改变生命的能力 会赋予我们 但魔鬼的定罪是什么 羞辱啦 控告啦 会让我们一直都钻进去 好像让我们永远也抬不起头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现在如果要把这个圣经的真理 应用到亲子教育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 当爸妈的 因为我们东西方的文化是非常不一样 你要想象这件事情 神使人知罪是怎么样 圣灵会不断地光照我们 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 会不会有需要态度方面 各方面需要纠正的地方 会有嘛 可是当我们在接纳的安全的环境当中 我们是什么 我们已经全然地接纳他 我们不定罪他 并且我们给他能力 给他鼓励 让他可以再改变 我没有说爱我的孩子的缘故 我就抹掉一切他应该要改的 没有他要改的 他还是要改 他要说话要诚实 他的态度要对 他对长辈的态度 他对人的态度 这是没有改变 没有妥协的 但是神使他知道说 他需要改变 并且在爱当中 在恩典当中 他是可以不断地 比昨天还更好 他是有能力可以改变的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亲子教养当中 什么叫定罪 尤其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可能比较常是这样子 都说你怎么样 就是用控告 有吗 都是用贬低他的价值 和那个身为人的那个价值 和个性本身 都说你笨啦 都说你不行啦 你看隔壁的小王又怎么样 那旁边的小民又如何 可是你却奔到一个地步 如果你再不努力 你就怎么样用威胁 用控告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身为上帝的百姓 我们开始学到一件事情了 包括在我们的亲子教育当中 定罪和控告 不是神百姓的事情 是魔鬼的事情 神的百姓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我们因着爱的缘故 我们可以清楚地指出 我的孩子 包括我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 而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圣灵会赐给我们能力改变 圣灵因着爱的缘故 因着恩典的缘故 让我们可以改变 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好 所以使人之罪跟定罪 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可是它很像对不对 它很像的原因是因为 魔鬼它喜欢来招牢 它喜欢像 苍蝇 在你的旁边弄来弄去 让你好像分不清 这两个是什么 所以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吗 我就用我们中国的 我们用中文字 老祖宗的造字 来说明这个道理好了 当然我真的开个玩笑 我觉得说 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泄露天机 他真的是摸到上帝的心意了 中文的义 公义的义 这么写 上面一个羊 当羊在我的头上的时候 你知道神是领我走义路 对不对 我会软弱 可是当羊不断地 领我走这个义路 然后羊在我的头上的时候 你知道天父怎么看你吗 他看你为义 他看你为圣洁 他看你为宝贝 所以你跌倒了 他会把你抱起来 然后继续说 这是一条义路 继续地走 继续地走 你很棒 你没问题 继续地走 就是义 所以我觉得 中国老祖宗在造字的时候 好像也摸到圣经的一些的真理 让那羔羊在我的头上的时候 不管我是怎么走 我仍然在天父 全然的圣洁 全然的荣耀面前 他看我为义人 完全圣洁的 他是看我们 那我想问一件事情 当羔羊在我的身上 为最大的时候 中文字是什么 当基督在你的身上 彰显最大的时候 在上帝的眼中 他看你为什么 美 我们都以为美 可能比较形容是我们姐妹 不 当羔羊是在你的身上 彰显为最大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走这条义路 神看你为义的 他看你为美 上帝看你好美 好美 别人说你 这边穿得不好 那边又太胖 又什么 不是 上帝看你为美 你是完美的 那我想问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是中文字了 当自己变成最大的时候 我们中文字是什么 有人笑出来了是吧 哎哟 当我们本来是美 但是当我们 什么时候把那个 心中的宝座 把那自己放在 在最大羔羊 你下去 你下去下去的时候 当自己变成最大的时候 原来在上帝的眼中 这没有什么美 他觉得挺臭的 当然我只是用一个中文字的一些 借由我们的中文字 跟大家表达一下圣经的真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和华 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 他领我们走这一条公义的道路 那个不是我自己在上面 不是我做了什么 乃是那个羔羊在我的头上的时候 他领我走这一条路 而上帝说 对 你就是一个义 对 你好美 继续走 继续走 这就是义的一个概念 来 我们可以怎么祷告 我来示范一下 我来示范一下 他这边说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 你为了你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这一条的一路 是你 是你引导我来走这一条的一路 我走的路是一条的一路 耶稣谢谢你 你是我的公义 你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 你也按着你的名 引导我走这一条的一路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面 你完成了所有的事情 我的心可以安安稳稳的 我会有软弱 我会有跌倒的时候 我会知罪 但是我却不再被定罪 而且这个恩典 让我有能力变得更好 公义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的恩典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也是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十篇二十三篇 短短的这样子几个字 对不对 其实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宣告 不断的去默想 因为实在太多 那个苍蝇一直会 让我们走的不是义的道路 但是神把我们抓回来说 你不要定自己的罪 你的心里有那个 挥别那个天良的亏欠 那个亏欠感 有人用内疚感 有人用罪恶感 我们都不需要 我们都不需要 神的义路是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自由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短短的一两节 我们看到耶和华 它是什么 RA 就是拉法 是什么意思 耶稣是我的大医生 好 那这个比较难一点 第二个比较难是 耶和华 他什么意思 耶稣是你的公益者 而既然耶稣是你的公益者 他带你走的路 一定就是一条 完全完美的一路 有他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和华 拉法 你可知道一件事情 耶稣 他是你的大医生 你可知道 原来圣经说的 耶和华 赤给努 耶稣是你和我的公益者 他带我们走的路 没错 跟着他就对了 而且你要很清楚 他带领我们走的人生的道路 是知罪 但却不定罪的道路 阿们吗 来 我们两个礼拜以前 认识了上帝的三个名字 今天认识了几个 两个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可以用上帝的名字 来祷告 因为神的名字 蕴含了上帝自己的能力 他说了就算数 既然算数 我们就紧紧的抓住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有说过吗 我们按着神的名字来祷告 我们的信心会被提升 我们的盼望会被坚固 我们对爱的那个需求 会被满足 用神的名字来祷告 我们会更多的认识他 更多领受那个能力 来我们就花点时间到神的面前 我们安静 我们默想 我们祷告 诗篇二十三篇 三到五节说 他使我的灵魂 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他用油高了我们的头 使我的福杯 是满意出来的 他是Rapha 他也是Chicanu 来我们就 花点时间 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 如果你需要的是上帝的医治 你就来到祂的面前说 耶稣你来医治我 不断地宣告祂的话语 你说耶稣我需要你用油 来高我的头 我需要你 我走到你的面前 我谦卑下来 主啊你不断地高摸我 或者是你的心里 常常被定罪的 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你为 你为了你自己的名 来引导我走那个义路 你是我的公义 你是我的圣洁 你是耶和华 Chicanu 你使我知罪 因为我会软弱 但我不再被定罪 来你就来自己 花点时间 来到神的面前 你来跟上帝祷告 你来跟上帝祷告 可以转发 你订队 你也肯定了 你会转发 我会转发 你来自我的圣洁 今天的上帝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 我把我的弟兄姐妹 打到你的面前 主 今天我们认识到 主 你用油 你用油 高了 我们的头 你顾念我们 你使我们的灵魂 苏醒过来 你是Rafa 你是Lafa 耶稣你是大医生 你是我们的医治者 谢谢耶稣 你代替我的软弱 谢谢耶稣 你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你用油 高了我的头 主 祂赶走我一切 焦捞我们的东西 外面的环境 主 祂也医治我一切的伤口 使我的灵魂 可以真正的苏醒过来 可以回转过来 耶和华 Rafa 你是我的大医生 耶和华 耶稣 耶稣谢谢你 你是我的公益者 你是我的灵魂 苏醒过来 主 祂为了 祂自己的名的缘故 祂引导我走 这个属上帝 公益的道路 主 我承认我会有软弱 没错 我会犯错 我也会跌倒 但谢谢在 耶稣基督里面 我会知罪 但我却不再被定罪 你的恩典 让我有能力 变得更好 继续地走在 上帝公益的道路上面 耶稣我感谢你 我们弟兄姐妹 带到你的面前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说愿荣耀送赞 都归给你 感谢祷告 奉耶稣的名所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 一起起立好吗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用这种诗歌 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跟上帝说 神羔羊 你是我的医治者 Rapha Chigenu 耶稣 你也是我的公益者 主啊 我来到你冒座前 我欣赏你敬拜 在玻璃海 我要清白 赴赴在你神节中 主啊 我来到你宝座前 全然向你跪拜 愿尊贵 愿尊贵荣耀和感谢 都归宝座悲伤高养 神羔羊 神羔羊 一致正 舍我最自有 神羔羊 一致正 我的心 神羔羊 我来到你宝座前 我心向祢敬拜 在玻璃海 我要敬拜 赴负在祢神节中 主啊我来到祢宝座前 全都向祢归伴 愿从未荣耀和感谢 都归报做悲伤盗阳 神盗阳一指针 神盗阳一指针 我的心逞走 神盗阳一指针 舍我最自有 神盗阳一指针 我的心逞走 我称颂神盗阳一指针 神盗阳一指针 神盗阳一指针 我的心逞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